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讲一下天朝中心论 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与意识的综合表现 天朝中心论是中国社会制度与意识的综合表现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讲什么问题呢 就是清政府的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它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清朝统治阶级主观异端的一个产物 它的出现呢 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反应 什么时候存在 就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各种历史因素的一种综合表现 就是中国这个历史发展的很多历史因素 决定清政府或者中国的统治者产生了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都知道 那么在中国的古代 君主被视为是天子 那么他对人民的统治 是吧 是寿命于天的 那么按照这个君权神兽 是吧 君主是寿命于天 按照这种理论 从上到下的各个阶级 各个阶层 是吧 那么所有的人 几乎都相信这么一点 相信什么呢 叫做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都相信这么一点 那么也就是说 普天下的所有的土地人民 是吧 财产 那么都是天子的 那么这种普天之下 所有的土地物产人民 都是属于天子所有的 那么这种思想 在政治制度上 是以分封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以分封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那么所谓这个分封制 这个分封制呢 他的分封的对象 主要是和皇帝 有血缘关系的 同性的这些子弟 是吧 那么当然他也分封一些 利有这个战功的 异性的家族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那么既然 这些诸侯 是吧 这些士大夫 是吧 他们的这些土地 他们的人民 他所在的这个地方 这财产都是上天的儿子 是吧 这个天子 分给他们的 是吧 那么因此 他们对于这个皇帝 对于天子就有义务 什么义务呢 要替他治理地方 要贡献这地方的宝物 是吧 要定期呢 去朝见天子 是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说 朝进 朝进 什么是朝进呢 当时 他有一个规定 春天 诸侯去见天子 这叫朝 秋天 这些诸侯去见天子 这叫进 那么我们现在 有时候讲到说 某某官员 要数值 这个数值呢 实际上也是来自于 是吧 就是这个诸侯 定期 要向天子汇报 这个诸侯去朝进天子的时候 要汇报他的治理情况 那么这叫数值 那么这个诸侯 要为这个天子 保卫地方 治理地方 是吧 那么这个天子 就根据这个诸侯 对于这个各个地方 治理的好坏 给予不同的奖励 或者惩罚 就是天子和诸侯之间 是有一种责任关系的 那么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是吧 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他实行的不是分封制 而是封建的专制制度 就是从秦以后 是吧 实行了这种封建专制制度 中央集权 是吧 那么但是呢 这种率途 结成的思想意识 仍然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分封制 是以一种的变态的形式 来继续 延续下来了 什么样的变态形式呢 就是以这种宗藩的 宗藩制度的形式 来流传下来了 或者说 中国封建统治者的 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是中国的这种分封制度 以及宗藩制度 在思想层面的一种反应 它产生这种天朝大国思想 是中国这种传统的 是吧 这种分封制度 以及后来这个变化 这种宗藩制度 在他的头脑当中的一种反应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 那么在中国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当中 作为一种制度的分封制 虽然不存在了 但是率土结成的思想 作为一种潜意识 仍然流传下来了 而且这种潜意识 时刻有可能被统治者 推行到 他的实际统治之外的 其他的地区 那么这个明太祖 朱元璋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呀 以敌奉中国 礼之长经 就是以敌 是吧 遵从于中国 那么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 以敌奉中国 礼之长经 以小事大 古今一体 就是这些一地国家 这些小国 他就应该遵从于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那么正因如此 他有这么一种传统的 一种思想影响 那么中国的封建 总治者就把东南亚地区 东北亚地区 是吧 包括西亚地区 甚至中亚地区 是吧 一些国家的代表 使臣来中国 都把他们看作什么呢 看作是 书成像话的 一个朝共者 他们向往进步的文化 那么到这来 向中国的统治者 来进贡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中国的统治者 产生一种什么呢 叫做一元多级的世界观 一元有一个中心 多级 不同的这种层次 不同的等级 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 那么以着说 清朝统治者 他不可能承认 是整个世界 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多元 有几个中心 那么多中心呢 那就是无中心 是吧 或者说国家关系呢 就应该是一种 各个国家 相互之间 一种平等的关系 是吧 那么清王朝 他在长期历史 发展过程当中 他形成了什么呢 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一元 多级 不同的等级 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 因此他就不可能产生一种国家平等的这么一种政治观念 那么这种把自己看作是天下的最先进的一个天朝大国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 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 就是当中国进入这个近代的门槛的时候 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仍然非常严重 那么在这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 那么一个是当时的梁光总督邓廷珍 那么在这个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37年 那么这个邓廷珍在给英国的驻华商务监督议律 在给他的一个预期当中 就讲赠一段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呀 我朝化成九道 赐一宾服 供奉天朝 故以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已 什么意思 就说我们大清朝啊 一直在实行 这种德政 是吧 以德服天下 那么四夷都心悦诚服了 那么这些人都自认为 他们是清政府的一个附属国了 叫做故以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已 都向清朝皇帝称臣大共 那么邓廷珍在给英国的这个预期当中 就是规定 或者说不承认英国 以这个贵国来称呼 这个清政府 那么这个义率在给这个邓廷珍的一个照会当中 说贵国如何如何 那么邓廷珍说不行 不能够用贵国来称呼我们大清王朝 大清王朝是什么 是天朝 是吧 而且说不能够以彼此和睦 用这种关系来比喻 或者规定中国和英国的关系 因为这个义率在这个照会当中讲呢 说他们是吧 要从中国彼此和睦 邓廷珍说不行 为什么呢 在邓廷珍的心目当中 是吧 清政府是天下的 这个清朝皇帝是天下的共主 是吧 是宗主国 那么这个英国 他在各个方面 是低于中国的 他跟中国是不能够平等的 是吧 就说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邓廷珍这样的一些人物 是吧 他这种天下大国思想 还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又比如 在1839年7月 那么大光皇帝派林泽徐 去广东禁烟 林泽徐到了广东之后 同梁光祖都邓廷珍 广东巡抚 遗粮 是吧 那么为了彻底的查进鸦片 那么就联合 向英国的女王 发了一个照会 那么当然这个照会 不是我们近代的照会 就是给英国女王写一封信 那么在这个照会 或者叫在这个 或者说叫在这个信 在这个信当中 林泽徐等人 是吧 一方面 正义凛然 是吧 那么就批评了英国 政府 包括这个英国商人 鸦片烟贩子 以毒物 害华民 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 是吧 揭露了他们这种罪行 那么要求英国的女王 英国的国王 对于那些种植鸦片 输入鸦片 贩卖鸦片的 这些鸦片烟贩子 要给予这个 众志其罪 众志其罪 那么就这一点而言 那么他们讲的是对的 是吧 要求英国政府 禁绝鸦片 那么但是 在这个赵会当中 是吧 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 这种天朝大国的这种思想意识 这个赵会 一开始是讲 说什么呢 说 红为我大皇帝 府随中外 一视同仁 利则与天下公之 害则 为天下去之 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林则徐这些人 代表清政府 给英国国王的这个赵会当中 他不是在讲 两个国家 平等国家之间的一个什么关系 不是在进行一个外交交涉 是讲什么呢 是讲我大清皇帝 是吧 是天下的公主 以一种天下公主 大公无私的口气在讲 是吧 那么他们讲嘛 说我大清皇帝 府随中外 一视同仁 利则与天下公之 有利 那么天下人都可以获得 是吧 害则为天下去之 有害 为整个天下去扫除这些 这些 这个这个 不好的东西 有害的东西 以天地之心为心 那么这个赵会的最后 那么说的就更加明白了 怎么讲的呢 说我天朝 君临万国 我是天下公主 君临万国 尽有不测神威 就要求英国的国王 是吧 要去掉他们国内这些害群之马 叫做杰杰除特 以保一而有邦 一朝公顺之臣 就是你英国的女王 要严格的 是吧 限制你国家的人民 不要贩卖鸦片 来更加表现出 你对天朝的这种公顺 那么从以上 我们所讲这些那种 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要说明在鸦片战争之前 清朝统治阶级 出现的这种天朝打鼓的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 是来源于中国这种传统的 这种政治制度 和思想意识的 那么这是我要讲的 这个第二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想讲 第三个问题 题目叫做 天朝中心论 是中国社会历史因素 与华谊观念的凝结 那么这是第三个问题 那么前面我曾经讲到了 讲到说呢 经过了长期的这种历史发展 那么在东亚地区 逐渐形成了 以中国为中心的 一个文化思想 这么一种 对外的一种辐射圈 那么这种先进的 政治 先进的文化 先进的思想 那么它的向外辐射 它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作用 和一个重要的历史表现 是什么呢 使得东亚地区的 一些地区 他们的这种国家 社会 那么进一步的发展进步了 就是促进了东亚地区的 或者国家的这种社会 这种进步 那么当时东亚地区的很多人 那么对于中国 对于清王朝是很向往的 那么当时很多人 他们就讲 讲什么呢 叫做 贤仰天而拜约 和姓中国圣人之教 詹集于我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东亚地区的人 对于能够接受 孔孟的教化 接受圣教的这种教育 感到非常的高兴 就是我们 非常的幸运 幸运什么呢 有中国的圣人 有孔教 是吧 来教导我们 来教好我们 使我们成了一种文明的人 而不再是野蛮的人了 那么就像有些人讲的 说如果中国没有孔子的话 是吧 那么这个中国 就像漫漫长叶一样 这个中国人呢 还是很野蛮很落后 是吧 跟那禽兽一样 是吧 那么跟那个野人一样 那么这个 当时东南亚 那么很多国家的国王 那么叫做什么呢 叫做仰慕中国衣冠礼仪 就是他们很羡慌中国 中国的这种服饰衣冠 穿什么衣服 戴什么帽子 是吧 仰慕中国这种礼仪的文化 起官代还国 就是希望 是吧 能够戴着中国的衣服 是吧 回他的国家去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条史料 它不是说 仅仅是讲到服饰问题 它实际上什么呢 是反映了东南亚地区的 一些国家和人民 对于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 传统文化 礼仪文化的一种认同 那么这个 你像明代 这个洪武25年 那么这是朱元璋的一个年号 刘秋国的国王 太天使臣 那么向明王朝来进贡 那么就要求明王朝呢 要赐职 加官代 给他一个名号 一个职 一个职务的一个名号 是吧 加官代 目的是什么呢 使本国臣民有所养职 以便翻俗 就是带着中国这种传统的 是吧 这些服饰 带着中国这些先进的文化 回到他们的国家去 是吧 干什么呢 使这些人民 有所信从 是吧 有所信仰 以便 以便翻俗 就是改变他们国家的 这种落后的一些风俗 那么后来在这个洪武27年 那么大概是1394年的时候 那么洪武27年 琉球国的国王 那么又派使臣 那么到明王朝 要求什么呢 要求明王朝赐官代 给他 赐给他这个 什么这种 中国这种服饰 那么当时这个明太祖 朱元璋 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命令这个礼部 图官代之制 是之 就是画一个中国人 是吧 他的什么这种服装 这个帽子 这种服饰 是吧 不同的官员 不同的人 是吧 戴什么帽子 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鞋 穿什么鞋 是吧 那么来图示 这是命令部 图官代之制 是之 那么这个流修国 原来也比较落后 是吧 那么这些人 都是赤脚 那么经济不发达 都是赤脚 那么 为入共 使靴也 就是他们来中国 是吧 向明王朝来入共 看到了中国这种进步 是吧 那么他们入共之后 才开始穿靴子 穿鞋 那么反映什么呢 就是中国这种先进的 一些思想文化经济 那么对于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人民 对于他的国家这种发展 这种社会的进步 是有促进意义的 那么甚至有些的国家的国王 来中国之后 病死在中国 那么希望呢 体魄脱葬于中华 把他自己埋在中国 是吧 而且告诫他的子子孙孙 是吧 要世事不忘天子恩 那么这种情况 那么很自然 就会使中国的统治者 使中国的封建世代 产生一种什么思想 天朝大国思想 唯我独尊的思想 是吧 因为什么呢 一看这些东南亚国家 对是吧 中国的这个王朝 对中国是很向往的 那么形成分别 是一种天朝大国的思想 那么在社会生产力水平 还相当低下 交通工具 通讯工具很落后的情况之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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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